All we need is somebody to lean on 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 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 我是BOSS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热点话题是印度为什么可以取代中国 成为亚洲经济的领头羊 亚洲开发银行刚刚公布的最新预测显示 尽管外部环境严峻不确定因素持续 但预计2024年亚洲经济整体将保持5.3%的正增长 这个数字并不算太差 但我们仍要关注到亚航同时大幅下调了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增速 仅为4.8%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信号 我们都知道 中国多年来一直是亚洲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的头号动力 但如今这个曾经的亚洲增长引擎正在明显失速 4.8%的增速在正常情况下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不错的增长 但对于多年来习惯了8%左右高增长的中国经济而言 这已经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了 我们更加清晰地意识到 经济下行压力正向一块沉重地压在中国的肩膀上 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这种明显放缓态势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剖析 第一 制造业疲弱 出口下滑加剧了经济下行压力 去年以来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连续几个月低于50.0 反映制造业景气程度一直处于收缩状态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三月制造业PMI更是跌至49.2 与二月持平 创下五个月新低 而制造业的疲弱 也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出口业绩的表现 2022年中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7.7% 远低于2021年21.4%的强劲增速 进入2023年 情况并未好转 单单一月出口额同比更是大跌6.8% 我们都知道 出口和制造业曾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主力军 但眼下他们的放缓 已成为拖累整体经济下行的一大负面因素 第二 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失去了向来作为重要经济增长动力的推动力 中国房地产市场在过去两年间一直陷入严重危机 从销售 投资到开发贷款等主要指标看 中国房地产经营状况持续低迷 一线城市房价环比涨幅也一路走低 房地产行业的低迷不仅直接导致销售业绩欠佳 还扩散到了钢铁 家具 家电等上下游产业 更值得担忧的是 房地产行业的资金链和信用危机仍在持续 这给经济复苏带来了系统性风险隐患 第三 消费增长乏力 内需动力不足 近年中国消费增长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续走低 失去了以往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 去年以来 受疫情 房地产危机和通胀等多重影响 居民收入小幅减少 机设的消费意愿大幅降低 零售销售增长表现极其不战 2022年仅有3.9%的低位增速 一方面是房地产市场低迷打击需求 另一方面工厂开工不足 商品房库存增加 都制约了消费潜力释放 消费增长动力不足 直接影响了内需对经济的拉动 第四 通胀压力加大 运营成本升高 在全球通胀高企的大背景下 中国通胀水平也在不断攀升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通胀指标 都在持续升温 2023年3月CPI同比增长4.6% 在这种情况下 企业运营成本不断增加 利润和信心遭受重挫 工业增加值和投资等数据均出现了不同程度下滑 加剧了经济下行的压力 因此 从这四个方面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当前拖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因素重生 诚如前所说是压力重重 过去中国经济依赖的很多支柱 都在此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衡或动摇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我们看到了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纾困政策 力图稳定经济基本盘 包括 易松绑房地产信贷环境 引导资金合理投放 2. 扩大汽车 家电等大宗消费品下乡补贴力度 3. 加大基础建设领域补短板力度 新基建等重大工程加快实施 4. 推进减税降费 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5. 完善货币政策操作 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我们期待这些措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冲经济下行压力 但从更长远看 中国经济能否重拾持续向好势头 关键还在于能否顺利推进体制改革 我们知道 过去中国经济长期依赖传统的高投资 重制造业的模式 虽然一度带来了高速度 但终有走入困境的时候 与此同时 包括人口结构恶化 资源环境制约加大 市场化改革滞后等深层次矛盾 导致中国必须付出艰难代价 转入换党调整期 换言之 中国经济已经无法再依赖 仅仅增加投资来实现规模化扩张 未来的关键是要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再提高效率 降低能耗 培育心动能上多下功夫 比如 需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破除利益固化格局 降低各种交易成本 优化营商环境 吸引高水平外资 提高创新效率 科技外溢等等 这无疑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经济转型就能一蹴而就 必然还会伴有诸多阵痛 但只有顺利完成这一转折 中国经济才能真正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另一个亚洲大国印度 最近几年表现出了极为强劲的发展势头 根据亚航最新预测 2024年印度经济将增长6.6% 成为亚洲地区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 这个增速不仅高于中国 更是远远超过了全球平均水平 我们不难发现 印度不仅吸引了大量外资涌入 就业市场和消费市场也保持着火热态势 这个曾经贫困落后的国家正在高速崛起 展现出无穷的发展潜能 究竟是哪些因素 推动了印度转身成为亚洲地区新的经济热土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解析 首先是制造业持续向好 近年来印度政府大力推行制造印度政策 通过减税降费完善基础设施 简化审批流程等措施 大幅提升了制造业的竞争力 数据显示 印度制造业PMI自2022年11月以来 一直保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3月更是攀升至57.6 创下近年新高 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选择在印度落地生产 这推动了当地工业生产和出口的大幅提振 其次是服务业保持蓬勃发展势头 印度向来就以服务业发达而著称 在IT技术咨询 购外包 金融咨询等领域具有一定优势 近年随着印度国内市场持续扩大 本土服务业更是如日中天 稀扎大量就业机会 从结构上看 服务业已经占据了印度GDP的一半以上的比重 成为印度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 同时服务业出口也保持了旺盛的势头 为印度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再者 印度内需持续走强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印度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拥有约14亿的庞大消费市场 近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 以及年轻人口红利效应的持续释放 印度的消费潜力持续被激发 从最新数据看 印度2022年零售销售和汽车销量同比分别增长25%和23% 均创下历史新高 庞大的内需为印度经济注入了持久动力 一些国际知名品牌也在印度加快布局步伐 进一步推动了消费市场的升温 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来随着印度政府加大基建投资 简化营商流程 大量海内外资本投资涌入印度市场 这无疑进一步促进了印度经济的繁荣发展 比如苹果公司宣布将在印度建设首个国内生产线 特斯拉选择在印度建设亚太地区最大的超级工厂 还有更多的科技 制造 消费品牌纷纷加码印度 所有这些都反映出印度这个市场的强大吸引力 即便是在全球经济动荡多变的时期 印度仍旧保持了强劲的吸金实力 这正是发展潜力的最好证明 当然 尴尬的是同为亚洲大国的中国 近年来反而在吸引外资方面表现一般 2022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仅增长6% 低于预期 还不如印度同期14%的高增长 这其中肯定牵扯到了中国营商环境的若干问题 比如产业政策透明度不高 对外资准入限制较多 个别地区甚至存在一些好州装饰的投资环境问题等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商的投资信心和热情 当然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近期也在积极推出一些外资法 优化营商环境的措施 但成果仍有待时日检验 总的来说 与印度受宠于资本市场的景象形成对比的 是中国在吸引投资上的相对滑坡 固然 中国经济体量庞大 仍将是全球资本市场难以忽视的一大重镇 但如何重振投资者信心 仍是一大考验 回到本期节目的核心话题 不可否认的是 中印两大亚洲经济体正呈现逆势发展的态势 前有中国经济放缓 转型震动持续 后有印度经济快车行驶 迸发出强劲动能 这种中印双星拉锯的格局 将给亚洲乃至全球经济格局带来深远影响 从多年前的世界工厂和潜在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似乎正在逐渐失去领先优势 而印度则以更年轻 更具活力的姿态 蓄势待发崛起为新的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增长引擎 当然 我们并不是要将中印两国简单对立看待 毕竟 中国仍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总量 综合国力远超印度 关键在于 中国能否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 重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毕竟 不进则退 如果中国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甚至下滑 那即便目前的体量优势 也难以阻挡印度后来居上的势头 反之 只有通过改革重新激发经济活力 中国才能巩固住自身领先地位 而印度固然近年发展势头强劲 但要真正成为新的全球经济重镇 仍需要克服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比如公共卫生 基础设施 贫困人口 宗教矛盾等等 这些都是印度未来必须努力突破的重重挑战 总的来说 中国经济放缓的确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 需要高度重视并采取果断有效措施应对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另外 本频道已经开通了会员服务 成为会员的朋友 可以率先了解本频道最新的节目内容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本频道的VIP会员 我是Buzz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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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费